綜合公所防範武漢肺炎 區長上班也要量體溫 實地來到公所內查看 第一線工作人員口罩戴好戴滿 民眾若要前來洽工 除了量體溫還得通過這一關 綜合區長賴俊達指出 進出公所量體溫跟酒精消毒 都是必要步驟 特別是我們在洽工 不管說我們公所 或者是所有的活動中心 所有的場館 公共設施 公廁 我們都有所謂的民眾 來洽工的時候 都要量體溫 那另外就是酒精 這樣的一個消毒 那所有的這樣的一個 民眾進來 那同仁都一定戴口罩 賴俊達表示防疫有三大條件 一 請洗手 二 戴口罩 三 不明消息 五亂傳 希望民眾全力配合 公所也會跟各機關 學校合作 加強防疫措施 防疫的三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呼籲大家能夠勤洗手 那第二個就是說身體 有不適或是咳嗽的時候 記得要戴口罩 另外不明的消息 不要亂傳播 所以這些是我們大家全民的總動員 所有的我們中二區的各個機關 各個學校 大家一起來 都沒有症狀嗎 好 那我們這個會持續打到 那個監測14天滿 目前中和俠內共有38位 需要居家檢疫的個案 賴俊達說公所都有密切追蹤 疫情受到良好控制 民眾不必驚慌 記者 張恩科 吳志恒 新北報導